今天要繼續為大家帶來的是2023IEM卡托維之戰 那這個是由奧利維拉對上的是雷諾 那這是雙方的第四戰目前比數來到的是2比1 那第四張地圖來到的是Garesman 地圖右下紅色紅色的重組選手是雷諾 目前有2比1,目前是有1分領先,再拿1分的話就確定是可以晉級了 那第五左上角藍色,藍色的National是奧利維拉,也就是Time 那雙方是隊友,我們看到他雙方左邊的對標,是一模一樣 那這個Garesman這張圖的話 呃,是屬於一個 一手難攻的圖 在人打蟲的話其實是蠻有機會打到 中後期了 那我有去了解一下,對這個奧利維拉在這張圖 對,在這個Garesman 基本上 你只要讓他能夠安穩的度過到中後期 他對這張圖其實蠻有把握的 就算Sero來 就算是跟Sero打 跟他打後期在這張圖的話,其實Sero也是 沒有辦法佔上風的 這張圖打到中後期 奧利維拉是得心應手 那看這場 會不會就真的打到後期 好,那雙方一開始都是 蠻正常的開局 那奧利維拉這邊一樣是兵營探路 兵營蓋完以後,那隻工兵出去偵查 那這個在前面的前幾章比賽也有說過 這個時間點過去偵查,你可以知道對方是否裸霜 你過去看他那個血量快好,對不對 這就是裸霜 好,那知道對方裸霜以後 這邊第一時間工兵也是直接拉走 我就沒有在繼續往裡面看拉 其實打蟲組也看不到什麼 那因為家裡等等會出 會出一些基本兵防守 所以其實也不怕對方這時候裸霜之後 然後什麼爆狗的 沒什麼用 這隻死神基本上可以看光光 好,那這邊過來壓制一下 那雷諾也是先用這四條一花蟲 對,拖一點時間 如果這四條一花蟲不做的話 工兵基本上沒辦法採集 那殺就是拖時間 那工兵也是 我們看工蟲這邊其實 就是被打了拉一下 好,後蟲出來 那把 把死神趕走 那一般來說的話 二礦那隻後蟲應該會直接在原地放個 蟲胎 唉唷,這邊是放下面 他放比較裡面一點 比較安全 有些人可能會比較偷一點的 想說 我要放蟲胎 那我就放他最外面嘛 這樣是不是鋪蟲胎比較快 那雷諾這邊是 沒有 沒有 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是把那個蟲胎流放在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比較靠裡面一點 然後後蟲往前走 這樣的話 死神就不會去 不能說不會 應該說死神就沒有辦法強調那個蟲胎流 這也是一個細節 不然有些 玩家 可能覺得 要蓋出外面 可是每次都遇到說 蓋一下 對方的死神就過來強點掉 那你就虧了一個無時能量 然後死神上來 這邊看到三激力已經快好了 這三激力很早 好那阿里巴這邊是打一個 解放者 而且這邊是速三開 速三開走解放者 然後 一樣是生打針 這個看起來就是 比較 人類這邊 人類玩家這邊也是玩了一個 比較偷一點的開局 自己搶經濟的同時對不對 還出這個解放者去干擾 雷洛這邊看起來應該是把他的後蟲分 兩隻兩隻 一個手上路 一個手下路那邊 這樣的話 火車要進去 都會被看到 不好 做進攻 下路看起來應該只有一隻後蟲 那個 剛好看那個在動 就一隻後蟲在動 打一下 那 王蟲 就不管他了 用那個 弓兵去打 哎呀 解放者被看到啦 解放者出來的第一時間就被王蟲偵查到了 所以這個解放者 應該沒有很好 攻擊到 雷諾看到解放者以後對 趕快蓋了三個防空 三個 報紙塔 後蟲也是 多安了一下 好那這邊 雷諾 比較 極限一點 他這邊是只有做四隻 四隻蟑螂 他這邊偵查到 偵查到這個 奧利維拉的這個開局後對 出了四隻蟑螂做防守 這四隻蟑螂主要是 主要是要守火車啦 這個蟑螂分一下 分兩邊然後主要守火車 加上後蟲 然後接下來就是全力補農 全力補農 他這個看到奧利維拉長這個開局長這樣對 他是他這個工兵直接補到八幾隻 主要補到七八十隻都沒問題 看到他那個三開啊對 他現在有放一些蟑螂去防這個早期的這個火車 四隻 你看這四隻其實的火車就進不去了 然後他就開始家裡補農 是生 這個是惡本 這四隻 好歐里維拉這邊 坦克 坦克槍兵 我這邊上面有一波 應該是火車吧看一下 火車過來要燒 繞了一下這個好像沒有看到喔 好像沒有看到 不過這邊沒有沒有東西可以燒這個先把一個蟑螂流打 好三次後蟑螂把這這波 火車趕走正面推了一波正面有槍兵跟坦克 然後下面有解放者這個三線進攻 這個三線進攻 這邊打針推起來掃描要切一下蟑螂然後解放者從右下角切入火車從上面 這個三線進攻 也是很有水準的啊這個打掉一隻後蟑螂 這個雷諾因為前面有點偷對不對這邊目前上目前是只有四隻張人在防守 好接放者殺了三隻農 然後正面燒一點狗殺了兩隻後蟑螂 這個不錯啊這個三線 這三線時候打到一點東西啊不過雷諾莎公平已經補到76隻了 補到76隻被殺一點點東西感覺好像又還好 感覺還好不過那個奧利貝拉這邊也是 也是經濟很好他畢竟是一個三速三開嘛 所以經濟也是蠻好的 再走再走這個 槍兵走太慢了 在這個重災上面應該是跑不掉 這邊是 升級了遠程的攻跟防 看來這邊是要走蟑螂 然後這邊哇數提三本數提三本 看來 要直接飛蟒 直接飛蟒應該要走一個飛蟒然後 看起來啦他這個目前這個走向看起來 應該是走這個 飛蟒 蟑螂 狗毒暴 應該是這樣子 飛蟒狗毒暴打這種槍毯對不對 槍毯壓這是很強 你一交戰 A上去然後把坦克全部拉過來 或是誤掉 哇這樣人類是很辛苦的 哇這個雙線守得很好 下面用那個後蟲做防守 然後鋪射叢 上面有一波蟑螂流走 好奧利維拉這邊是要組織一波 強力的進攻 蟑螂這邊你在等了 哇很危險很危險 這個要不要再走 要不要再走 要不要再走 已經掉兩台坦克 這個沒有辦法打 奧利維拉這邊是直接再走 我們看這個其實也是滿的 你看這個滿傳的 剛剛 剛剛的那幾台坦克 剛剛他第一次要走的話 應該也是會死掉 他第一時間 可惜沒有架起來 如果那時候坦克是先架的話 那剛剛那一波就是人類會贏了 但那個 雷諾抓了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在你行軍的過程 還沒有把坦克架起來之後 做一個突襲 好了這樣 奧利維拉目前是把4GD開進去了 這張圖對他來說 對於這個奧利維拉來說 他只要能夠 歸 過渡到後期 他就能贏 這張圖他是打 打衝突相當有自信的一張圖 剛剛我也說了 即使是Sero跟他打這張圖 如果是打到中後期的話 他也是不虛的 所以他現在 目前看起來 對不對 這個事況 看下去 兩個感應塔 他應該就是要走後期 而且這兩個感應塔 基本上你看 他這兩個感應塔 已經把所有的地面 都框起來 那如果說他要打後期的話 那現在 你看兩個VF 再爆坦克 然後走生化解放者 開始猥瑣 大概等等就是 那個解放者架起來 然後加上坦克 架起來 然後開始多線攻擊 之後後期可能轉個 轉個軌子 然後出核彈 核彈丟多了 重組總是會失誤的 好拉一下 這邊後面有坦克 這邊是誤了一下 一堯挺 而且一堯挺 飛的 散的速度很快啊 一堯挺散的速度相當 相當好水準 那坦克就去推進 現在 雷諾不能讓那個 奧利維拉 架在這個位置 殺在這個畫面的位置 如果到這下面的話 這個上面的礦就沒辦法踩 哇可是上面的 兵有點少 當然殺到兵不太不太夠 然後這邊還有一波雙線 好這邊是已經 架到了 礦後了 已經殺了 一些農民 雷諾這邊沒有發現 雷諾在礦哪裡啊 雷諾這邊沒有發現 被殺光了 好這邊是直接 強衝 雷諾想誤 只誤到兩個 哇這坦克加得太刪了 這個坦克加太好了 結果只誤到兩台坦克 所有的兵都送光 哇雷諾這波超級虧 雷諾這波超虧 奧利比亞這波直接打出一個非常好戰手 那雷諾這邊是後續爆了 22條狗 12隻蟑螂 然後開始變了很多的毒爆 那這礦可能要掉了 而且那個 上面的 上面的那個4塊5塊的工兵也死光 這邊直接死21隻農 那毒爆好了 毒爆好了 這邊是要從這邊滾嗎 他們要用包夾嗎 好殺 伊化蟲在後面截後援 那奧利維拉這邊要繼續打嗎 好這邊是坦克加非常漂亮 坦克加得很好 雷諾這邊看起來 後續 伊化蟲吃了 奧利維拉家裡的部隊 哇這伊化蟲6口溜得很不錯啊 哇這6口 6口殺了好多的兵喔 好可以喔這個 這波6口也是有把 烈士搬回來一點 但我覺得 奧利維拉剛的損失還是更大 因為畢竟他是掉了 掉了兩個礦 奧利維拉掉兩個礦 然後死了21隻農 然後 奧利維拉這邊是 沒有死到農 只死了3隻 對但是部隊少了一些 好這邊是把兩台坦克也帶走 重新架設起來 這兩台坦克蠻重要 如果剛這兩台坦克沒有再走的話 這個 有機會直接被帶走 因為你看這波過來 菲蟲可以拉3台坦克 好 他可以拉4 喔不止喔搞不好可以把那個場上的坦克全拉了 但是因為那個 奧利維拉剛好救走啊 場上還有6 7台坦克 好那這邊 雷諾沒有把剛剛的兩個 分框 蓋回來 喔他這邊是還沒有蓋回來 那目前是有12345 5個框 好開始了這邊是一次把兩個分框都蓋回來 雷諾莎就是保持246 7個框 7個框打這個奧利維拉5個框 那奧利維拉現在應該也是 要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要 按照剛剛說的 只要能夠在這張圖拖到後期 他就是有把握 所以現在 五框 五框六框那邊是直接派兩個基地 對那這個地方就是利用這個地形 窄口 坦克 用行星要塞 這邊就是拖 拖到後期 這不是行星要塞 這邊是星鬼啊 這邊是星鬼啊 防禦能力是會比起行星要塞弱一點 但是 坦克槍兵這樣子用這個窄口拉扯 衝突還是很難很難做進攻的 不過這個時候看起來 是不是 那這樣子要破口的話看來 正面如果不好突破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用什麼 蟲洞啊 空頭啊 試試看 好這邊是要再把這個八基地給開下去 衝突要八礦 那雷諾也很清楚 現在如果說 那個 奧利貝亞這邊是執意要打 要打到後期 那他如果說 他要贏 就是要把對方的錢給挖了 所以如果說今天是要打到大後期 他就是把對方的這個 雙方目前 比較穩定的是六個礦 那中間有幾個是比較離對方比較近的 離雙方比較近的 的礦 他如果說能夠搶到 雷諾已經在搶對方的 算是一二三四五六 算是對方的七礦 所以能夠多搶 多踩一點對方的 那個七八礦的話 那這樣對衝突 後期就很有優勢 雷諾已經有來到三千多塊的存款 這個七礦看起來是沒辦法 哎呀沒取消到 這個七礦看起來是蓋不起來 真的是離他 離那個人類部隊 對人類的家太近了 這個很難守 但是 最後的 獲勝關鍵可能就跟這個七八礦是有很大關係 你多踩人家兩個礦對不對 你的存款相當於多了 那個一兩 一兩萬 一兩萬這個不是開玩笑 好這邊果然是用空頭 五船兵 五船兵往上走 歐利比亞這邊是蓋防空了 哇這個 這個是神之意識啊 因為 這五船的空頭應該是 沒看到才對喔 這五船空頭是在家裡變的 然後從家裡載過去了 那歐利比亞這邊應該是沒有看到才對 這邊神之意識補了一點防空 那防空看起來還是晚了 對防空看起來還是晚了 這邊畢竟還是偷下來了 所以防空其實沒有做到 太多的作用 不過這個意識確實是蠻強 好這邊誤了一下正面 可以喔這正面好像打進去了嗎 哇毒爆是有點送啊 坦克架的好善 剛剛那些毒爆往裡面滾就被坦克 清的差不多了 好那這邊 有點著火 下面 下面 下面的蟑螂是清光了 所以這個沒有傷到經濟 沒有傷到經濟好這邊鬼子已經出來了 這邊蟲族並沒有傷 蟲族跟人人類是沒有傷到經濟就只是一個 雖然說雷諾這個戰術是有成功了但是 防守確實做得太好所以雙雙雙不管是上面還是下面都只有起到一個換兵的作用 好這邊又多了變了超級多的毒爆 我這邊看起來是要強滾的強行滾的 一化從這邊一樣是六上面上面這邊感覺是有個破口啊每次一化從六的上面都是可以取得一個不錯的效果 媽 好像沒有殺農 殺了一隻農 好這邊又要空頭喔兩船狗 兩船狗要走主礦主礦這邊四個防空 那雷諾這邊稍微喬了一下角度丟進來 搭配正面的雙線 一群一化從往上走 毒爆要開始滾了 哇坦克還是架得很善這個不能傷這不能傷 這個如果上去對不對 那個毒爆估計是找不到什麼東西啊 而且坦克又沒有很怕招 這邊還是要硬上了嗎 還是要硬上嗎 這邊強行滾有三隻雷獸 有三隻雷獸 好往裡面走 往裡面衝可以喔有三隻雷獸很猛 這邊是要滾毒爆滾那個死神 要滾那個 鬼子 一個雨色啊 結果鬼子散得超級漂亮鬼子幾乎沒有死 鬼子剛剛全部散開了 那毒爆因為也看不太到 所以沒有把鬼子炸 沒有炸到什麼 我這波雷諾又虧了 這邊再次衝震再次衝震 這邊是帶了煎草王蟲 因為剛剛看不到 這邊帶了煎草王蟲 但是鬼子已經來到十幾隻了 這個是不敢打 不敢打 後續還有一些兵補上來 雷諾這邊是經濟勢還是比對方好 不過 因為畢竟這個踩的不是 奧利貝拉的礦 踩的不是他的礦 所以 到時候雷諾這邊勢必會先乾 勢必會先乾 這邊是要踩右上角 左上角的礦 那這樣可以 他主要就是如果說能夠 那個重組能夠比人類多踩一個礦的話 那就會對後期有很大的 很大的作用 這也是想辦法去搶對方的礦 這個時候對 就算 就算你自己快不踩 你要去踩對方礦 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雷諾如果左上角礦真的 開起來了 那他應該是會 拉很多弓兵線去把他礦踩完 好再做一個雙線上線上風 上路的狗也是衝進去了 那下面是用這個狗 狗毒爆 雷獸往前衝 可以喔這邊 鬼子殺在上面嗎 鬼子好像被 那個上面的一花蟲吸走了 鬼殺下來就 哇 雷獸直接被屁股光了 又虧啦 這個雷諾還是沒有 這一波 這一波還是沒有賺到什麼 媽 是一個三線 雷諾這是一個三線 看戰損 差了一萬一萬二的 一萬二的錢 這其實就是一個 將近一個礦的錢 所以說那個雷諾如果說沒有搶到那個 感覺到蟲族的兵有點 力不從心啦 好這邊是還想要繼續衝 這個雷諾就是 目前的想法就是 雖然說我衝你 都是有點虧的 但是因為我的礦品多 我錢命多 我就是把你換到沒錢 我如果能夠把你換到沒錢 然後繼續踩你的礦的話 那這樣的話 接下來勝利很有可能就是雷諾的 然後這邊大量的 嘟巴要去滾 滾鬼子 鬼子刪得不錯 基本上 滾了三隻 然後只滾了三隻 三隻鬼子而已 然後有一群一花蟲要溜進去 但是這邊沒有辦法 藍虎也升好了 哇又虧啦 這個這個感覺 不過奧利美娜的殺人口 是一直上不來的 殺人口 因為一直被換的關係 人口只有 160了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 蟲族會沒錢 的問題 但人類也一樣 人類雖然說 他的礦雖然說是比較少 但他一樣會面臨這個沒錢的問題 那所以這奧利美娜也是在搶下面的礦 現在就是那下面那個礦 奧利美娜下面的礦跟那個雷諾左上的礦 這兩個礦是這場比賽至關重要的關鍵 好這邊飛馬再吸一下 等等要過去拉坦克要去霧坦克 好這邊掃描看到上面的礦 雷諾這邊是優先先踩 上面那個礦的瓦斯 大量一花蟲衝進去上面的 這個地方變成是有點破口的感覺 每次一花蟲進去都可以占到一點優勢 好烏利美娜的兵要上去救 那個地方看起來好像是 看起來好像被吃掉了 然後火車這邊是要來幫忙燒 要咬一個洞進去了 那這樣二礦攻兵有點危險 好像二三礦殺了十六之農 奧利美娜要沒錢啦 奧利美娜剩一千兩百塊然後 一百五十的人口 這波鬼子還是散得很不錯 哇這鬼子散真的很有水準 好礦掉了礦掉了礦掉了 又死了十七之龍這邊 奧利美娜剩下五三之龍非常危險 奧利美娜現在是陷入一個苦戰了 快要沒錢啦 到底能不能 讓他拖拖過呢拖過去 因為現在其實雷諾也快沒錢了 奧利美娜的就像我剛說的這個 二十五二十六分嘛雖然人類已經開始要面臨 斷經濟的問題 在主礦二礦三礦基本上三礦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點錢但主礦二礦都已經很 很稀缺那個礦區 雷諾這邊還是要做還是要繼續衝喔這邊有一大波兵一樣是分雙線 這個長到好幾次填頭這個每次狗從上面衝都可以 這一次全部都走下面 這邊要強行把下面的礦給端了 賭炮往前走 好一些一花蟲當肉盾可以嗎 哇這三個坦克加得很好 獨爆全沒了 這邊又殺了十三隻龍 那礦是基地是保住了 那雷諾這波是 送掉了所有的一花蟲跟獨爆 然後雷獸也死了 基本上那個雷諾這邊 剛這波是把所有兵都送光了 那你換到十三隻 十三隻龍基地沒掉 然後也沒死到什麼兵的情況下 我覺得剛雷諾那一波是比較虧的 他是用一個蠻虧的戰損在打的 損失了大概五六十 五十人口有吧 好像兩隻雷獸一大堆狗跟獨爆 五六十人口你換對方十三隻龍 加上一隻鬼子兩隻鬼子 感覺有點虧 好這邊是一樣繼續 撤動一個空頭 大概就是空頭然後狗咬 咬上面一框然後其他人衝下面 黏衝 這邊這次是防守 比較多了這邊還有戰狼 哎呀有戰狼這個一花蟲就不好 不好燒啦 好那主況這邊應該是有三船的空頭狗快到了 好這邊要開始搭配那個空頭狗做一個進攻 雷諾這邊是分成三線 賭包投進去了 那這邊賭包剛好火車過來燒看到了 哎火車這邊無敵了 好賭包往前滾這是一個雙線 雙線戰鬥 哎呀賭包又送光了 哎沒有把坦克打了 他他不敢打了因為剛剛在在往裡面走的那個鬼子會直接把這些雷獸全射光 好狗終於投進來了 那火車這邊燒了 十一隻農 還在燒 下面有點危險 下面有時候死光 飛馬有死光 這塊要掉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這個 這個雷諾如果下面的礦掉的話會對他的經濟造成很大的打擊 那上面這邊是有一波的一花蟲進來咬 但是我覺得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這邊還有一個藍汙火車 喔 雷諾 雷諾列勢喔 這波這波打完雷諾列勢了 喔上面的礦 公命被燒 然後下面的礦掉了 而且純狂被打沒了殺人口一度殺人人口反而是落後 好這邊去空投一花蟲 阿里培拉 好這邊一花蟲要咬下面的礦 但是下面這邊已經開始有火車人做防守 目前看起來空投是效果不錯 那繼續空投 接方者開始要打多線了 現在很危險喔 雷諾的上面的這個礦 雖然說搶到但是一直沒辦法做採集喔 然後下面的礦呢被 奧利培拉給 蓋起來了喔被蓋出來了 雷諾對雷諾來說非常非常的危險喔 非常非常危險 上面三隻藍口火車人也是很難很難處理的 用一花蟲基本上打不掉直接放兩隻雷獸過來 隔一下 雷獸這是 也是有改版你們看這雷獸變小了 肌肉萎縮的雷獸 體型變小其實是一個buff 這樣表示同一個空間裡面對可以有更多雷獸做輸出的不會卡來卡去 所以其實這算是一個buff 但也是個版本陷阱 畢竟雷獸還是沒那麼強啊 他是個版本陷阱 好這邊 奧利培拉往上衝 那下面有一點防守 媽防守好像不太夠喔 這邊四台 四台我認可 四台我認可 完爆這群一花蟲 一花蟲完全不敢幫忙 好三隻 三隻 完了工兵沒有處理 工兵 啊 這工兵死光了二十幾隻農 啊 雷諾要爆啦 這個雷諾這個要爆炸 十二幾隻農 完了完了斷吹了斷吹了 雷諾沒有錢啦 最後的一股力量了 劍巢王蟲出來 但劍巢王蟲基本上 也很難啊 這邊奧利培拉已經預判到了 他應該是看到了 雷神已經在做了 雷神是 之前那個大龍是可以打雷神的 因為他那時候射程是十二 那現在是把他把這 當那個暴雪那邊是說 這是一個bug 大龍的射程沒有這麼長啊 他只有九啊 他之前那個長度是bug啊 所以他是他修正成 原本的長度以後對 大龍打到雷神 意味著雷神打到大龍 所以現在雷神 基本上是很克制大龍 這邊已經損失 一千一百條一化蟲 我的天啊 186毒啊 戰損非常的差 這整場雷諾打下來 戰損非常非常的差 他的戰術 是要把對方打到沒錢 對 結果失敗了 對方確實沒錢了 但是下面那一框被開出來 這是 人族的這個 救命稻草下面那一片框 在一花蟲還在做 攻擊 好這邊有大量鬼子 沒辦法還有火車人 基本上也不怕狗 哇這組合 一花蟲看到真的是 一點想法都沒有 好買起來 這邊是要 猥瑣對方 這邊看到三台雷神 好大龍這邊做進攻 看有沒有機會把下面的框給打了嗎 大龍的位置在哪 大龍好像在上面耶 大龍好像在上路喔 然後這邊是生了解放者射程 又要從這邊是持續要清這些坦克 好可以喔這邊又打了兩台坦克 從特殊 奇妙的地方彎進去 好這邊礦沒了 哎呀這邊礦沒了 沒了沒了 雷諾真的是沒錢了 淡盡良絕 淡盡良絕 鬼這邊偷 偷bue 個幾個大龍 哎呀很貴啊 哇正面這邊 看來沒辦法 這波正面真的太強 直接轉一個火車人雷神配鬼子 好解放者 哇這組合 太難打了吧 這對衝出來說太難打了 這個 有大龍蠻多 大龍蠻多啊是有機會但是沒錢了 雷諾已經 沒有money了這邊就打出GG 恭喜 奧利培拉這邊扳回城比數來到了2比2 這場 非常非常有耐心 奧利培拉這張圖也是 就他自己說法的 他是說他在這張圖跟 Celo打 只要打到後期 這個局面對 這張圖 他的勝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 如果單純以 營運來說的話雷諾 雷諾並沒有像Celo 營運那麼那麼好 所以他能夠贏Celo他就有自信打贏雷諾 那確實這張這場他也是 中間我覺得是一度有劣勢啊 中間有一個地方他甚至是到140級 打200人口 然後而且是沒有存款的情況下 我那時候他其實是蠻劣勢 但心態很穩 對他沒有在那個時候慌張 一樣是把坦克好好的一個一個加出來 把鬼子做出來 攻防也有記得 也沒有忘記 對那在雷諾 雷諾打得有點急躁啊 一直衝一直衝 但也是因為 他就不是不想 他這場就是不想要讓對方 他不想要跟他打 打到大後期 他想要用換兵的方式 把那個 奧利培拉給餓死 但事實上 打起來 確實是有做到那個效果 但是自己的 戰損實在是太差 唉唷 厲害了這個畫面各位 這個厲害了 我們的這個 哈森 哈森上來指導這個雷諾 哎呀 我看是涼了 這個就像是 假設今天我們 我們SAN 出國打比賽 打到2比2 對 結果我們HAS上去跟SAN講說 欸我覺得你那邊要怎麼打 哎呀危險啦 危險了危險了 沒有啦 黑石還是蠻有實力的 黑石的蟲族也是蠻有實力的 之前你們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那個 有一段時間那個 台港澳資格賽 台港澳日資格賽 那時候 黑石甚至有一段時間 是用蟲族參賽 有沒有影響嗎 用蟲族參賽 黑石的蟲族也是有點實力的 雖然說現在沒練啦 大概沒有那麼強 不過剛剛那個畫面有點奇怪啊 這個是一個哈森上去去 跟雷諾講說你剛剛應該要怎麼做 我看是不太妙 好那 看來是要直接進到第五場了 雙方都把耳機給帶上 凱子戰隊 的內戰 這個是目前是八強戰 緊接著要進到第五場比賽 我們看雙方打字 估計是打了 沒有還在喝水 那應該還沒有那麼快 好 直接要進來了 剛剛估計這個打字應該是在那個 新戰廳啦 就在大廳那邊 大家打個什麼 Go Go Have fun Go Go Good luck 我們看這個雷諾還是很照 但是他已經沒有像剛剛那邊丟了 他剛剛前兩場前三場的時候不是在那邊丟嗎 一直抖 一直彈跳嗎 但現在進到這個關鍵局了兩勝兩敗 他這邊已經不丟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是緊張嗎 沒有 他累了 他丟累了 好進到關鍵第五戰 第五戰 地圖左 上角 紅色紅色的 蟲族選手雷諾 那地圖來到的是這個 巴比倫 巴比倫 北比倫 那不丟了不丟了 好地圖右下角紅 藍色 藍色人類選手是 奧利維拉 關鍵的一戰 關鍵的一戰 關鍵一戰 好利貝拉這邊是兵營 瓦斯 我們看一下這個 雷諾這體長全部都是裸霜啦 所以估計也是會裸霜 然後利貝拉這邊一樣沒有開場偵查 所以 呃也是 看一下對方是否裸霜這樣子 也沒有放大招 每一場都是很穩的 打營運喔 很有信心 哥跟你打 哥跟你雷諾打營運 就是不 沒在怕的 沒在怕的 不過其實那個 泰姆他自己有說 呃 他打 蟲族是比較沒有把握 就是他在自己三族 對對抗裡面 打神族打人類 比較有信心一點 打蟲族是比較 沒有辦法 因為他之前在他在比賽之前啊 是跟那個 Sero練習 他好像跟Sero練了很多把 打到 被Sero打到懷疑人生 被Sero打到懷疑人生 但是真的是練很多把都是都是心血與努力 職業選手生活 職業選手生活 奧利比亞的職業選手生活就是起床 吃飯 健身 健身完後就練習 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之前我去那個 你們知道土豆米嗎 那時候跟他聊 他也是說 打那種悲賽啊 那種一整天的 譬如說像可能 有一些悲賽不是那種 你可能一早去嗎 然後打到 可能下午晚上結束那種悲賽 喔那個隊體力的消耗很大 你不要看他好像只有打幾場而已 你在現場那種連續打好幾場 在那種比賽高強度 那個心理心理壓力下 你的體力消耗是非常快 所以現在這個很多選手都會很注重運動 就是你可能平常 對 早上起來 健個身 然後健完以後對 有運動完以後開始練習 保持這個身體狀況 不然單純就有練習對 你到後面這種打那種 長時間強度的悲賽那個精神 其實精神狀態可能會 比不上那種有在運動的人 這也是蠻重要的 這樣也比較健康啊 比較健康 那我們之前閃電狼的時候也會 安排那種晚上時間去跑步 公司安排 公司安排 整隊 SF跑跑星骸的 我們那個可能 我們好像是禮拜 每個禮拜三吧 然後就會去譬如說操場那邊跑步啊 然後或是去那個 雨球場 我們有去過雨球場打球 有去過棒球場打球 這樣 這個禮拜三 可能公司 什麼日的 這樣 有去運動 也是蠻不錯的 很有趣 然後那個像奧利比亞這樣 這種就是 自製 早上起床 先健身 吃完飯後健身 健身完以後就是一整天 刻苦的練習喔 持續這樣子 呃 持續這樣練習 選手 十一都是這樣刻苦練習來的 努力是有代價 努力是有代價 那自己家裡是樹山開 所以這個 基本上他這個開局對不對 人類這個開局就是不怕 不怕大招 你不太 不太怕蟲竹放一些比較激進的一波 因為你有女妖 而且還是隱形女妖 然後你有火車對不對 就基本上不太怕狗 有女妖在的話就不怕蟑螂了 所以在早期的那個蟲竹很多進攻 都可以被他這個開局化解 那如果說那個蟲竹今天是沒有要打這種激進的 他打這個防守 可能要速開試況 或是趕快把工兵補起來 你這個火車女妖過去也是有壓制能力的 你可以騷擾對方 給壓力 清蟲胎 自己的3基地還可以開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 非常適合人類打的一個開局 很穩健 你可以練到圓運 好這邊掃描 清一下蟲胎 這邊賺到2個 這邊是不是有失誤啊 我覺得雷諾這邊有點失誤 你看他這邊後蟲不是5隻嗎 估計可能有6隻 但是這個後蟲應該是要站在那個蟲胎邊緣才對 就他應該把這4隻後蟲 好我們看剛5隻後蟲 他可能應該是要放3隻在那個蟲胎邊緣 然後另外2隻在另外一邊的蟲胎邊緣 不然的話你看這樣子 你看又來一次 這邊又被燒一次 又被燒一次蟲胎 哇那這樣的話雷諾這邊 重胎流會很難鋪出去喔 哇這開局對於這個 奧利北亞來說非常好 這個火車 不只是自己的3GD開出去 火車還有騷對方的重胎 好那雷諾是把自己的4GD開了 這邊女妖親這個4GD 4GD應該是要取消 這應該蓋不起來 炸掉炸掉炸掉 然後這邊是哇這個前期很不錯啊 這個對奧利北亞來說 後蟲這邊要來打 這沒有防攻 這沒有視野 哎呀呀是後蟲 哦哇 最後關鍵時刻乃了一口 反正虧爛了 好這個卡了一隻後蟲在這邊 攻兵拉 攻兵往後拉 後蟲也是往後拉 後蟲後蟲好危險 後蟲這個這個位置 好你要36隻農 這邊持續攻攻擊 再殺一隻媽 剛剛有點點歪了 有 應該說後面那隻後蟲 後面那隻女妖沒有射到 少殺了一隻農 哦 雷諾這邊 哦還在補農 這邊是要補到80農 啊至少沒有出蟑螂耶 這邊是直接用這個狗毒暴來守 這邊是直接用狗毒暴後蟲 應該也是因為看到對方女妖啦 所以這邊 前面是沒有用蟑螂 好這邊是狗毒暴 然後升級了近戰攻防 毒暴速度 走赤蛇 這邊這場是要走赤蛇 走赤蛇的話 那估計大概是要走這個狗毒暴 赤蛇然後轉盾利獸這個打法 哦應該是要走這個這個打法 好下面這邊一波冰 重胎上作戰 哦重胎好像清掉 哎這個 好 哦上面沒有重胎 這邊毒暴要往後 往 往這邊過來 這要走嗎 這要走嗎 再走再走再走 很危險 好這邊是要載到後面去 那這個地方是有坦克保護的 所以這個 剛剛那個位置 毒暴剛好炸不到 所以他這邊載起來以後往上走 雷諾這邊上面遛了一波狗過去 上面有一波狗 哇這邊可以哦 這邊的這邊的壓制很不錯 這邊把毒暴點光 毒暴不敢上 毒暴不敢上 毒暴被點光 毒暴被點光 剩三隻 好 哎再點 毒暴被點光了 拉薩伊娃蟲要去打 奧里維拉的加里 但是加里好像有防守 哇 奧里維拉加里守住了 加里那邊看起來是沒有被干擾到 而且這前面殺了很多的毒暴 這邊還在進攻 好火車也來了 哇這波很強 這波很強 那奧里維拉這邊四框也開起來 哎這毒暴點不到 哇手殘 手殘 好拉了一下 這邊用那個 鞋比較多的火車人擋了一波毒暴 那上面加里的 陸戰隊也跟上來了 好這個地方開 地方地形有點開闊哦 這裡 那奧里維拉加里的兵都開始往前蓄 在這個位置坦克架起來 哇這個地方很開闊 但是上面有很多的火車人做防守 做肉盾 哎 刺車出來了 刺車出來了 哎呀 不好意思 發生一點意外 啥情況 抱歉這個登陸器在搞 哇 啊 雷諾沙很照雷諾很照 哎 我們 我們剛剛那個地方往回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地方沒有看到 我回頭看一下 剛剛應該是從這邊開始衝陣了 我們從這邊看一下 好這邊就是 上面往前面架 往前面架 那後續的兵也是補上來 那坦克的話 會加在這個斜坡斜坡上面 那工兵已經先跑路了 那刺蛇 雷諾這邊刺蛇也出來了 是要把部隊散開 刺蛇開始攻擊 那前面有火車人當洛頓 那火車人 火車人這邊是被毒暴跟那個刺蛇清掉了 哎呦 這個 現在這邊看起來 雷諾的兵有點薄哦 哦 毒暴有點卡到 毒暴有點卡到 好一化蟲從旁邊這邊看起來好像是要做一個 包腳 雷諾這邊是全力的暴兵 這邊往前滾 往後拉了一下 好一化蟲這邊想想想 想去騷擾啊 但是家裡一直有兵蓄出來 所以一化蟲撞不到東西 這邊毒暴摘到很多東西 這邊沒有散 這邊沒有散 哎呦 這邊很危險哦 坦克上那個斜坡上面還有兩台坦克 三番一化蟲要過來爆 這邊一化蟲要爆 哇第一時間 收了坦克收了 坦克收了走了走了走走 哇這幾台坦克非常重要 這邊是把三台坦克再走 可以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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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三台坦克掉的話 對我看這個下面四框大概也要起飛了 可以啊這個判斷 奧利培亞這個判斷非常的好 這個剛剛如果說第一時間對不對 沒有沒有當季一段馬上把坦克收了 一化蟲上來把這三坦克包了 你們看這個地方 這地方如果少三坦克只剩一台坦克 然後你再破冰也沒辦法投出去了 你一投出去家裡剩下一台坦克加一點點冰 你是守不住蟲族的壓制 好那是他家裡有四台坦克做防守 所以家裡很穩固啊 兩船兵出來 投在邊邊 投在邊邊的話看起來可能要打雙線喔 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主力推上面 然後那個 這個看到了嗎 哇 有味道是不是 有一股 陸戰隊的 哎 哇 上去直接把毒包點了 哇 好快好快好快 直接點打雙上去把那個毒包點了幾顆以後就落跑了 好 上面這邊被進攻坦克已經架了 坦克架起來的話基本上是不怕 不怕 不怕這個對戰 然後這邊是要去騷擾 哇 家裡居然有仿 有坦克防守啊 這邊過去在點毒爆點毒爆 後面有坦克架著 好雷諾這邊是要來包著破兵喔 殺 有一波一花蟲從下面上來 哎 這邊是拖了一下被拖了一下 解放者在殺農 解放者在殺農 還在殺 雷諾這邊有發現嗎 哇 殺了12隻農 虧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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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把工兵殺到 大家雙方都是79 就是79比79 殺工兵雷諾已經沒有優勢了 殺解放者換一個角度架 正面推進坦克架的慢了 坦克架慢了 好這邊坦克清光 喔有點危險 這波坦克清光 喔下面有一波一花那個陸戰隊 哇這場好集耶 這場好集耶 你來我往的 不過目前看起來 呃哇 這場誰贏都不意外 殺飛蟲也出來了 飛蟲也出來了 坦克架得很好 殺賴他 坦克過來清掉 那另外兩顆 兩台坦克位置在飛上掉 下端的位置 哇 槍兵站在斜坡上 往後走 哇這邊沒有重胎啊 沒有重胎 毒包很難滾喔 哇 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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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諾要炸啦 雷諾要炸啦 這裡 哇 這個坦克 就在那個位置 槍兵 槍兵攻擊 毒包只要一上來 他就把他推到那個坦克位置 那個毒包很難發揮啊 人口數183比152 雷諾沒錢了 這邊奧烙利薇拉還有 還有1000多塊的存款 哇 看來 雷諾不行了 雷諾要爆炸了 哇 這個 雷諾現在感覺整個人 血壓180了 各位 血壓180了這個 三公砂碼完成 這個人類的最後一塊拼圖已經拿到了 三公砂碼完成 槍兵坦克往前壓 直接架起來 慢慢推進 後續的兵 續成一線了 好 雷諾稍微分一下兵 但是沒辦法這邊重生非常的深啊 好 清掉一台 還要 那上面的右上角的框也開 這邊一樣是用槍兵做一個 做一個騷擾 那後面坦克架的眾生 非常非常的 這眾生 如果說雷諾想要用那個狗毒包硬衝對不對 那他就會被坦克一個個清掉 戰損非常差 然後下面有解放者在架 啊 雷諾 沒辦法了嗎 下面的解放者架到這個 人都不知道了 啊 打死了七隻農 這邊還要再死一隻農 好沒有 七隻農 那把這個岩石打了 哇 這個岩石 這個岩石 這個 這個岩石打下去對不對 這個雷諾想包夾的機會都沒有了 下面原本有一條包夾路 太完美太完美 這個進攻 這場奧利貝拉的那個 思路實在是太清晰了 這個岩石打下來 啊 那個雷諾想包也沒辦法包啦 最後 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這裡 好 這邊一樣是持續壓制 哇 奧利貝拉這邊好穩哦 你看 奧利貝拉在如此巨大優勢 對 已經打到人家臉上 而且在這個 AEM 2023 AEM 八強 這麼高 哇 家裡有坦克做防守 他還蓋了兩個 你看他那個 基地還蓋了兩片 兩顆在那邊 在那麼大優勢情況 基地蓋起來 很穩啊 一點機會都不給雷諾 上面一礦要掉 雷諾這邊 要打出GG了嗎 雷諾這邊 已經沒有冰了 雷諾剩下最後一點點的 倔強哦 這邊是 敦利獸穴在生 做了20條狗 生了3防 3隻飛滿過來 嗚一下 啊 啊 索德兵衝上來 拉兩台坦克 刺蛇狗 啊 沒花 沒花多了 這個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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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斜坡口貝 坦克架住 雷諾已經是沒有冰了 這邊有死一隻 王蟲 雷諾 敦利獸應該是要快好了 敦利獸殺 沒意外 應該是在變了 好 變了一點敦利獸 這邊看來是要做 最後的掙扎 最後的掙扎 這邊 雷諾還沒有辦法相信這一刻 啊 我曾經是世界冠軍 要倒在八強了嗎 敦利獸 好 這邊有123456 大概6 7隻的敦利獸 埋在這個斜坡 那 奧利維拉這邊是慢慢架進去 一步一步來 而且這邊出了鬼子 有鬼兵 啾啾啾 啊 雷諾沒辦法了 開始弄斷自己的髮型 這邊坦克架太好了 太完美 這把 打得真的太好了 這邊打到GG 我們恭喜 奧利維拉這邊是以3比2 到打 到打雷諾 晉級到了4強 哇 這次打得非常漂亮 這整場這個奧利維拉的 思路非常清晰 對 雙方在進攻 對 他這個在進攻的同時啊 家裡都是有那個坦克做防守 然後把兵就是放在自己的那個 對方能夠 就是在那個地方嘛 就在那附近 所以他從那邊攻擊的話 其實也是有可能會遇到雷諾主 主力的 所以他是從那上路攻擊 但是上路那邊一直都有坦克 然後加上蓄出來的冰斗在那邊做防守 所以這整場啊 雷諾在做在防守的同時想騷擾 基本上完全沒有鬧到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每一次騷擾都是 都是沒有賺到東西就直接就直接拉走 所以奧利維拉這場打真的是非常穩定 不管是在進攻同時防守也做到 然後在很大優勢在那個即將獲得勝利的同時 他也是心態很穩 穩下來 把基地放出來 攻防升上去 出軌子 讓自己立於一個不敗之地 心態非常好 這場真的打得非常精彩 好這邊也是恭喜這個奧利維拉這邊晉級到 IEN2023 卡托伊斯戰四強 好那我今天的講解就到這裡 如果說你有 想聽我說的其他比賽對不對 你可以在 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看到的話 我可以看 那個評估一下情況 我可能就會去轉播那場比賽 好那我們就 接下來到這裡啦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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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在那邊 是 有